大家好 我是KID 不知道大家有认识我的朋友吗 我现在在全职运营一家脱口修俱乐部叫山羊狗子 位置是在上海市乡北路一号四楼 微博是山羊狗子上海 公众号也是这个名字 我的表演结束了 谢谢大家 开个玩笑 对 我现在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剪票啊 卖酒啊 加一加女观众微信啊什么的 今天过年的时候之前有一个家的女观众 她发了一条朋友圈 是一个游戏叫你点赞 我在下面评论我对你的印象 你没有见过这个游戏吗 然后我就点了赞 点完赞之后我就在想她会怎么样评价我 我觉得往好说她会说我一些优点 比如高啊 帅啊 水影好丁啊 我觉得往差的时候 她也会说我长得像木村拓哉吧 好像这边飘过去几个问号 但是就让我没想到也让我一直难受到现在的事 她在下面评价的是山羊的检票小哥 人超好 我说不是吧 我每天打扮成这样到这个剧场里来 你就不要关注我的内在了好吗 就很奇怪 就是那也是第一次我收到一张来自女孩的好人卡 因为之前的都是你好坏啊 就很奇怪 对 然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玩过这种游戏 甚至连朋友圈都刷得少了 因为我不想有人再因为我的好 而忽略了我的外表 有很多人说会很羡慕我的工作 但其实这也是一份很枯燥的工作 因为它重复性很高 每天都要扫上百张的门票二维码 所以就是我现在已经有条件反射了 就我一看到二维码就想扫 不受控制了 支持了很多地铁上的创业梦想 包括什么周五八点的什么创业梦想 我也都支持过 而且就经常为了等迟到的观众 我就得守在那个剧场的入口 经常会觉得 我是为了几个不一定会来的陌生人 而把自己关在了艺术的门外 在脱口秀的殿堂前来回踱步 要么你们看脱口秀 要么是通过线上 要么是通过线下 我不一样 我通过门缝 透过门缝 看到我离幽默的距离这么近 又那么远 有时候都觉得 我都不是一个脱口秀的工作人员 我就是脱口秀的守门人 你们懂我那种感觉吗 就是这帮人能有今天 还不是因为 我占好了每一班岗 哪有什么英雄 只不过是有人在负重检票 人超好 我今天24岁 虽然很年轻 但是我很害怕长大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我发现 你越长大一点 你的心态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变化 我18岁的时候 每天脑子里都是 这个事他能做到 我凭什么做不到 再过两年 这个心态变成了 这个事他是怎么做到的 就是给我我应该做不到吧 再到现在 现在我的心态是 这个事你别给我做 我肯定不行 就明显能感觉到 自己这种心态会产生变化 但是让我更烦恼的是 每当我下定决心 说我要改变 我的脑海里就会飘出来 一个声音对我说 别急嘛 发生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就怎么形容我这种心态呢 大概就是 心有猛虎 但是安于现状 用一个梦想 来放弃另一个梦想 就只能不停地对自己说 It's okay It's okay 只能这样 很奇怪 我害怕长大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我不想过生日 从小到大 我都没有实现过生日愿望 07年的时候 我许的生日愿望是 希望我爸爸裁员广进 第二年金融危机 我爸就失业了 十几岁的时候 我许的愿望是 这次就不要裁员广进了 我们家人身体健康就可以了 第二个月 我奶奶就生病去世了 那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许过生日愿望 毕竟货不及家人嘛 但是 但是直到去年 大家在山羊一块给我过生日 李丹说来许个愿 我说卸妖铺了 他说来许一个 别害羞嘛 我能说什么 但是我就 我说祝我们拖 我就大会越来越好 也祝你一帆风顺 谢谢大家 我是KID 谢谢KID 大家好 我是Jump 我终于上来 我在那坐一天了 你们知道坐在那个位置 什么感觉吗 我不夸张地说 坐在那个位置上面折瘦 你感觉每晋级一个名 我们就少活一年 你知道吗 真的是刚刚那个名 还是八个还是九个的时候 那上面那个排风口 滴了一滴水 滴到我脸上来 我就这么随手一擦 旁边那个王俊玲 赶快凑过来 哥没事 咱还有机会 我说我尽量等到那时候 所以上来了 第一次来参加节目 你知道我之前一直是在线下演 我经常 很多人认识是吧 我经常在线下演的时候 你知道很多人 他说我长得像韩庚 有没有觉得 今天观众我很善良 我当时也信了 我第二天的时候 还在剧场主动问观众 我说大家有没有觉得 我长得像哪个明星 底下一个傻子像冯公 像啊 像 你知道从那以后 还有人说我长得像什么九孔 像什么凡生美他哥 你没有办法去理解 真的奇哥 像就不要说话了 像就不要说话了 然后我接下来 接下来的几分钟呢 我可能要当一会直男 当一会直男 会说一点 当然我也有女权的段子 其实 我也有女权的段子 每个人都有直男的一面 对不对 其实我跟我女朋友关系很好 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有的时候 就他的一些逻辑 我不是能够理解 我不是很能够理解 像最近天气热了嘛 对吧 蚊子就特别多 然后有一天晚上 我洗完澡零睡的时候 我就给自己抹了点花露水 生气了 你抹花露水干什么 我说有蚊子 这屋子里就我们两个人 你抹了花露水 那蚊子盯谁 他说你怎么那么自私 我当时我都蒙了 我说你不能抹花露水吗 那花露水磕你吗 还是他 那我不能那么说嘛 对不对 我就哄他 我说那我也给你抹点 行不行 他说不用 你洗澡的时候 我已经抹好了 所以让我痛苦的是 每天早上 你知道 每天早上就上班之前 因为他要化妆嘛 他就要起 很早起来化妆 我就可以多睡一会儿 但是只要他 每天早上化完来妆 他就会一扭头 起来 看我 我今天这些搭配的怎么样 你知道我一个直男 我哪懂这些东西 你知道 每天都会问我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只要一化完妆 就会一扭头 起来 我今天的妆好看吗 我好看 哇 你那口红好看 那眼影 嗯 好看 眼线 哇 好看 我心想 我说好看总应该是对的了吧 没有 我越说他脸越黑 你知道 我不好看吗 我心想你问的不是妆吗 我问妆你眼里就只有妆了什么 我要是问我闺蜜好不好 你眼里是不是就只有我闺蜜了 我就知道你不老是 我在那一刻 朋友们真的 我在那一刻 我顿悟了 真的 我顿悟了 我觉得我女朋友每天早上 她问我问题啊 她不是真的想问我什么东西 她也不是真的想让我回答什么 她就是觉得呀 我活得太舒服了 我感觉真的 我感觉每天早上化妆的时候啊 对着镜子的时候 她就会在想 哎呀 我们做女生真的是太难了 每天要去这么早化妆 凭什么她就可以多睡一会儿 以后结婚的时候啊 我还要给她生孩子 生完孩子之后 我还要带孩子 怀孕的时候吧 她还有可能出轨 她敢出轨 起来 所以面对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怎么样能够在女朋友时不时的 这种莫名其妙的怒火当中生存下来 我后来想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很简单 就是你在你女朋友生气之前 你自己先生气 真的 我现在想明白了 生自己的气 让她憋着去 你知道有一次的时候 我跟我几个朋友一起晚上喝酒 喝了忘了时间了 五个小时没有给她回微信 我当时我就知道 是时候了 我给她打了一电话 我说喂 现在几点了 你还问我现在 我问你现在几点了 这个时候她已经被我震住了 不是现在十一点了 现在都已经 现在都已经十一点了 为什么一个电话不给我打 我每次出去都回你微信的 就今天没有 你难道一点都不紧张 不奇怪 不担心 为什么 我喝多了怎么办 我出事了怎么办 你是不是不爱我 当然这是我脑海中排练的情况 现实情况我还是认怂去道歉了 其实直男就是这样 就是一边假装自己很痛苦 一边又很享受有人去关心 这可能就是直男他自己的炫耀 所以不是价值观的问题 是直男表达方式的问题 谢谢各位 我是蒋 谢谢 大家好 我是蒋 今天这个主题叫 保持联系保持距离 对不对 我是非常喜欢这个主题 你们发现没有 就是越亲近的人 他越喜欢去侵犯你的隐私 你知道 我从小就有这样一个经历 你知道 就在我刚上初中那会儿 我妈就偷翻我的日记 就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对吧 就我怎么发现的呢 就有天晚上 我准备写日记的时候 我发现我日记本 每页的右下角都湿了一块 你知道老一辈人翻书啊 他有个习惯 他可以演一下那边 我当时特别生气 我还跟我妈讲道理 我说妈这是我隐私 你不可以翻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时候日记对于我而言 它就失去了日记的作用 就我不会在日记里面 写一些真心话什么的 就经常写一些 就赞美母亲的日记 就赞美母亲 它不是我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我不写 对不对 我不写赞美我妈的话 她也会养我对吧 就不是我主要的目的 就我为什么之所以 我会继续写这个日记 就是它对我而言 还是有一些作用的 你知道吗 就它可以迷惑我嘛 你知道 有一次几个小伙伴一起约好 就出去玩嘛 你知道那个时候初中生 大家都很穷 都没什么钱 我说这怎么办呢 我就专门写了一篇日记 明天又要去数学老师家补课了 她说要交一下 这个学期的材料费 一共是五百元 不知道我的妈妈 会不会答应呢 然后第二天我就拿了钱 和小伙伴愉快地玩手 小伙伴都会震惊 她说我看不出来 你小子挺酷呀 你哪来的钱呢 我说就 搞费 这场真的好严格呀 这场真的好严格呀 但时间一久 我妈受不了了 我妈说我这孩子 这数学啊 材料费到交了不少是吧 这成绩怎么一点没提高呢 还跟我爸商量 我想说你说咱们家孩子 要不是这块材料啊 就别交材料费了 我爸一听就觉得 这事不对 第二天打电话 向我班主任举报 说我们数学老师乱收费 班主任听了特别惊讶 我就是他们数学老师啊 我收啥了 当天你知道 那天一下课 我就被叫到办公室 我刚进去的时候 我爸妈就来了 我当时就觉得 oh no 完了 那天我在办公室 给我爸妈打了 那叫一个惨 关键是我回到教室的时候 因为有同学看到吗 还嘲笑我 又被爸妈打了吧 还有同学 保抢那能不被打吗 偷家里人钱 我的钱胆子挺大 只有一个同学 为我伸张正义 你叫啪下起来 哎 你们怎么凭空无人清白 那读书人的事能叫偷吗 好谢谢各位 我是Jump谢谢 你好 我是Jump J 果然走到哪里你知道 都躲不开蛋黄的长裙 这个梗 我已经不想再听了 真的 我已经不想再听了 虽然他的确 比你们节目里面 所有的演员都要好笑 想必诞着我 头发跟你差不多 我也没什么蓬松的空间 你知道 其实我很喜欢脱口秀大会 我从第一季开始 我几乎其实每集都看 对 然后 我今天来这边发现 原来还有这么多老面孔 还在节目里面混 原来你们才是养成类的节目 你知道吗 我很好奇你们什么时候成团 别人练习是为了成团出道 但你们好像就是喜欢练习 我们练习是完美的 人家男团女团都是练习生 你们是练习一生 在外面你们就会被叫回锅肉 对吧 有的我看其实都回了好几锅了 肉都快烂在锅里了 别的节目是用节目养成选手 你们是用选手来养成一个节目 今天是这个节目的主题赛第三场 保持联系保持距离 那说的就是人与人面对社交的时候的矛盾的心态嘛 说实话我其实是一个不爱社交的人 对大家都以为rapper好像都很会social 对走到哪里 然后都是兄弟都是homie 对然后歌里也都是你知道灯红酒绿的 纸醉金迷的 对我其实也尝试写过这一类的 但是很难因为我没有太多这方面的经验 我还去问别的rapper 我说其实我看你生活也不是这样的呀 你怎么写的这么真啊 然后他说都从国外rapper哥也听了 我其实是有点设恐的 就是人多的时候 我很容易感到不安 以前想离开又找不到个借口 对应变一个理由吧 就是他们又不让我走 但是现在我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理由 我老婆叫我回家 这句话特别管用 哪怕有时候我想跟我的兄弟们在一起多待一会儿 我也得回家 不想走也得走 然后我不爱社交也不爱混圈子 我之前写过一首歌叫《楼楼》 然后主要是讽刺一些就是没有作品 然后只会混圈的人 然后我说你们怎么混也混不成Jony J 对不过我想他们现在应该也不想混成Jony J 因为他们觉得Jony结婚得太惨了 都结婚了 我前段时间去一个女团节目当导师 然后有人说我在节目里面 不怎么教选手Rap 对然后 其实我打心里面觉得Rap不是交出来的 对我觉得更多的是基于你的天赋 对 但是 我没想到的是还有另外一种天赋 就是搞笑天赋 就是蛋黄的长裙 我当时想这么唱 谁爱听啊 结果发现 都爱听 而且听得很开心对不对 我发现我教的好像不是说唱 是说学逗唱 这个不错 大众其实对Rapper的看法都是说 Keep it real 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误区 这是一个误导 对很多人说 我虽然唱得烂 但我搞得真啊 是不是 就是 所有人大家都这样 没人在乎你搞得好不好 只在乎你搞得真不真 那说唱节目需要什么导师吗 放四台测谎仪在那边 对吧 不过那样的话 我有个兄弟叫Guy 他可能就有点惨了 老子命硬学步来弯腰 四台测谎仪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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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这辈子都没想进级了 对不对 可以 觉得他很 说唱圈很多人会disfaker 对 其实倒不是因为他们真 对 你要是真的real的话 你就把名字念出来啊 是不是 那为什么要这么操作呢 因为安全 而且没有提名字 就是回旋的余地很大 如果 这个时候有人跳出来说 我是个faker 那我觉得你还挺real的 我讲真的 我们今天虽然讲的是社交 但我觉得其实过多无用的社交 并不能给你带来什么 圈子混得再好 不如把业务搞好 因为 我搞好了业务 所以 就算我一直想跟那些人保持距离 他们也还是想跟我保持联系 谢谢大家 我是JJ 大家好 我是House 为什么都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 这个女生在用看一种看仓鼠的眼神看着我 我站在这里已经很开心了 对吧 而且我还没输呢 对不对 我很光荣 你们知道混迹在这个队伍里的我 就好像混迹在太阳系的冥王星一样 我也是个行星了 对吧 我配吗 不管是不是吧 反正我已经站在这里了 对吧 对手也是我自己选的 我这次呢 就不可能再逃跑了 我也没地儿跑了 我以前就被生活逼得逃跑了 我从北京跑到了深圳 有用吗 这根本就没有人理解我 他们根本就不理解我这种男朋友 还会问我一个问题 你一个北京人到深圳干嘛来了呀 北京人怎么了 北京人就不能外出武功吗 北京人就不能抛弃掉北京户口 成为一个深圳人吗 能 但是没有必要 北京人 挺好 点头都很好 其实还是挺稳的 你看看我又在耍贫嘴啊 逃避了这个问题 离开北京为什么啊 就是当时我对生活认输了 我当时真的太失败了 心里非常糟糕 工作也出了好多问题 那会儿感觉全世界都在挤兑我 觉得我不靠谱 容易掉链子 搞得我百口莫辩 因为我平时真的很少掉链子 我只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我只会在领导来视察的时候犯错 在女朋友生日那天迟到 戴了两年的牙套 因为忘了戴保持器而前功尽弃 我爸妈当然没少批评我 可是我一次都没听进去 真的根本听不进去 我好像开发出了一个能力 一个人唠叨 我就会把我不想听的话 全部用一个遥控器给静音掉 对吧 我妈一开口你怎么又把衣服扔得到处都是 我就 来吃饭吧 我爸妈是为了我好 我还嫌他们烦 我说别管我的 我要去其他城市生活 我要自立更生 把车票帮我买一下 尽量不要二等坐 我当时天真的以为 只要换了城市 就可以重启人生 可每当我见识到外面的世界 就先见识到了南方的蟑螂 真的太大了 你知道太大 北方的蟑螂怎么好意思 管自己叫蟑螂 我今年过年回家 差点抓了一只蟑螂带上飞机 我不会别的 就想让北京的蟑螂看一看 一只真正的害虫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你的铜铃虫正在抛弃你 铜铃虫 建国的日神助攻 对 我女朋友就是这么笑话我 她就是这么笑的我 她是南方人 她说蟑螂都是这个样子的 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就那个轻蔑的语气 感觉不是蟑螂太大了 是我的格局太小了 小到都容不下一只 爬来爬去的蟑螂 哦 我忘了 南方的蟑螂说会飞的 当一只蟑螂在地上爬的时候 我还是有机会 体面地把它踩死的 但是当它飞起来的时候 我真的是束手无策 就腿上要是没点绝活 根本够不到你知道 这个时候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为什么我国早年间 那些武术大师 都是广东人了 你看蟑螂这么点破事 讲了这么多 我脱口秀的格局 好像也不是很大 但是蟑螂这个物种 其实很像生活中的挫折 一点都不硬 对不对 一点都不硬 为什么 您给说一说 它到处都存在 对吧 不说你换了一个地方 它就消失了 要么让我爸妈弄死它 我一辈子长不大 要么我就得鼓起勇气 自己动手 当我不能无视它 假装看不见 虽然我平时可以蒙混过关 但我在关键时刻一定会掉链子 谢谢大家 我是House 完了 就结束了 大家好 我是House 过去的成绩就让它过去吧 今天这个题目我们结婚嘛 你们知道在今天的所有选手里 只有我处在一段稳定的恋爱关系中 也只有我最近在认真思考着这个问题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蓝河绵羊奶脱口秀大会第三期 我们结婚马主题赛现在正式开始 我们掌声送给前面八位暖场选手好不好 哎呀 哎呀 你都好高呀 好好好 暖了两个小时 总算把这个场子暖得七七八八的了 真的太不容易了 你知道我结婚的压力根本不是在于催婚 而是在于我身边那些已婚的哥们 劝我不要结婚 你们知道男人都是那个德行 就不要结婚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真的 我说我们俩感情特别好 我们不结婚干嘛呢 他说你等着瞧 等你一结婚感情就不好了 这句话完全就是一个套路 他们不仅有这句话 你们一结婚感情就不好了 还有等你有孩子感情就不好了 还有等孩子上学你们感情就完蛋了 就感觉啊 他们每天就是盼着我们的感情 每况愈下 我都怀疑这是在做空我们俩的感情吗 当然他们也不容易 前脚在这个刚跟你抱怨完婚姻 后脚就在社交网络上歌颂婚姻 真的拍个朋友圈比拍综艺还艰难 我上次前两天我哥们那个结婚是一周年 然后他朋友圈po了一张长文 我看到以后就留了一条祝福 他马上向我发了一条语音 他说那不是我想发的 我太难了 我拍了拍他 我说真人秀嘛 都是剧本 这帮人把我吓得都去做婚姻咨询了 那会儿我和我女朋友交往不到半年 还没见过家长 先去见了心理医生 这种感觉就是一个打篮球的人 还没学会运球 先去医院换了一块半月板 咨询师也很疑惑 你们这是要咨询啥 我说您就看看我们俩合适吗 我们就坐下聊了一会儿 然后咨询师听了听 说你们俩没什么大问题 感情挺好的 我说不不不 你相信我 等我们一结婚就不好了 其实提前做婚姻咨询啊 对我来说也有些好处 因为在婚姻方面 女生确实更加成熟 他们很小的 你们很小的时候就在盘算 将来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嫁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过家家对女生来说 根本不是一场游戏 而是一种沙盘推演 你仔细想一下 但男人就不是这样 男人很多男人都是 他在婚礼的当天 看到那个新娘 他才突然意识到 这女人不简单 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 他跑不了了 所以你在婚礼上 尽量看到新郎官 在那里哆哆嗦嗦的 非常慌 其实他心里在想 我是谁 我在哪 我愿意 我觉得我女朋友样样都好 我是真的打算跟他结婚 人家最大优点就是看得上我 真的 他很坦诚 我很虚伪 第一次见面他告诉我 我有一个毛病 我喜欢喝酒 我说太好了 我最喜欢喝酒 其实我完全不能喝酒 所以我很痛苦 每次跟他约会 我都感觉自己在陪客户 没过多久 我就琢磨得赶紧跟他表白 再不表白 我身体实在扛不住了 我说 你已经把我的心偷走了 能不能把我的杆还给我 而且我还拉里拉搭的 房间特别乱 就这样还恬不知耻地 邀请人家到我家里坐 人家是一个潮善女孩 非常爱干净 他一进门就看见我 窗台上放了一个盘子 盘子上放了一个哑铃 哑铃上挂了一条内裤 他当时气得声音直发抖 他说 你们北方人也这么看重风水吗 其实我很清楚 我们的感情到了什么程度 就去年我们一起看了一个电影 叫《少年的你》 大家看过吧 看电影的时候 我特别轻描淡写地问过他一句 你看我像一阳千玺吗 他也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说 我和你的感情 还没到能开这种玩笑的程度 我知道一起生活很难 我睡觉空调最低调到25度 再低我就会感冒 他睡觉空调最高调到24度 再高一点他说他会中暑 我感觉这一度的差距 可能就代表着我和他之间那种 无法调和的矛盾 但我愿意为了照顾他 每次都把空调调低一度 这就是我对婚姻的觉悟 当然我们俩其实在互相照顾 他也很照顾我 毕竟我天天感冒 需要人照顾 要不是这个主题 我本来都犹豫 我到底要不要结婚 但是这个稿子 其实不是为了观众写 我是为了自己写 我越写越感动 越写越感动 我现在就有一个想法 我说结必须结 就和他结 我还得把我这个心意 告诉我女朋友 我给他发微信 说我们结婚吧 他拍了拍我 你说我和你的感情 也确实到了 能开这种玩笑的程度 谢谢大家 我是House 谢谢大家 我是House 我给你们来一段 没有节目名称 没有卡丝名称 就是没有心里灵 纯粹的脱口秀 好不好 我再听着我都听烦了 我在那直搓衣服 我跟你说 我本来我都不想讲脱口秀 我现在就给你拍了 我以前有正经工作 干嘛要讲脱口秀 我以前是一个银行贵员 你们知道吗 我的工作非常的稳定 真的非常的稳定 当然了 我可能当不了贵员 是因为我最后 实在是做得太不称职了 因为我非常爱偷懒 然后我注意力 特别容易不集中 然后隔三差五呢 就会把客户的身份证号 输到金额那一栏 对不过你们放心啊 系统过不去的 哇塞 银行贵员真的特别辛苦 你们知道吗 就是因为你面对的是客户 而客户一生气 他啥话都敢说 我见过最过分的一次 你们知道那客户跟我说什么 他说你有什么资格上厕所 你今天就是尿在柜台里 也得给我把事给办了 哇塞 是不是特别过分 但是我那天穿了纸尿裤 我就很害羞 哎呀你这么知道 哎呀好害羞啊 但是它虽然特别的方便 它特别的方便 但是如果你的工作需要穿它 你一定要在穿之前呢 反复练习几次 不然的话你一定会露馅 因为人在方便的时候 大脑是会放空的 你要是在银行工作 你的大脑是不允许出现放空的 对吧 久等了李先生 这是您的 银行流水 能帮我评价一下吗 谢谢 而且他的工作环境也非常的差 对吧 你们以为我们平时接待的客户 其实不是 对吧 我们接待的是很多现金 我们要点钱 你知道在那个密闭空间里 点钱有多脏吗 你把那个点钞机打开 你都能看到里面 积了一层厚厚的人民币的粉末 对吧 我感觉每台点钞机 轻一轻再拼一拼 理论上都能再拼出一两千块钱 我们上一天班点一天钱 鼻子里都能再吸进去一二十块钱 对呢 所以那会儿每个老员工都得了慢性鼻炎 我当时上了两年班 感觉我也快得了 对吧 因为那会儿我妈一回家就问我 你怎么最近这么爱掏鼻子 你每天掏掏掏掏什么呢 我说我在掏金 真的太痛苦了 所以那会儿特别不爱用机器点钱 因为我经常做一个噩梦 梦见我去体检 然后那个大夫就跟我说 小伙子你这个肺有问题啊 我说有什么问题 他说你看这个片子 你这个肺里头有半张一百块钱 但是你不用那个机器点钱 你就会犯错误收到假币 在银行收到假币 犯错误是比得病更严重的事情 因为你要和你的领导 去看你当天全部的工作录像 对吧 更羞耻的是 你需要向领导解释 你每一个可疑的动作 不然领导就有理由怀疑 你再从银行偷钱 对吧 所以那天真的非常尴尬 领导就在后面拙劣地模仿我 他说你这是在干嘛呢 干嘛呢干嘛呢 我说领导这只是腋下有些搔痒 领导说这是在干嘛呢 这是在干嘛呢 领导这只是船袜滑到了脚底下 终于看到我犯错的那个视频了 领导非常生气 我说这个钱你点了吗 你点了吗 我说我数了 这个地方要竹章轻点 哎呦 好想 咱们往点上上下下忙活大半年 就是为了这次平忧 你一个人犯一个错 我们什么努力都没了 我说对不起领导对不起 你别跟我说对不起 你跟大行长说对不起 你看他愿不愿意给你一个机会 他就说得非常狠 从那以后我就痛定思痛 用点钞机点两遍钱 再也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 不过留下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遗症 对 就是我再也看不了那种无间道 那种警匪片了 因为里边总会有两拨犯罪分子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对吧 一边的老大总会派出一个马仔 说去你把这个钱点一下 把那个马仔点儿郎当地过去 打开一箱子前 老大我点了 钱没问题 我说你点了吗 你点了 这个地方要竹章轻点 哎呦 你们帮派上上下下忙活大半年 就是为了这笔交易 你犯一个错误可能什么都没了 你别跟我道歉 你跟称哥道歉 看他愿不愿意给你一个机会 谢谢大家 我是Hulk 嗨 大家好 我是Hulk 这跟我在互联网上的风评 不太一致呀 我上节目 无非也是想图点名图点利 结果第一期一播 没名没利 评价还不咋地 但是无所谓了 我为啥叫Hulk 不是因为音乐 就是因为我有套房 我知道这么一说 又有很多朋友不能接受 上一次我说到这里 一个观众撑就站起来了 那你也不配叫Hulk 那个叫Apartment 我承认我这个人 心态是有点问题 往往不能够看清自己 你们还记不记得 我以前是个柜员 当初那个时候 我就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 我一直以为银行 是把我当行长接班人来培养的 领导带我进柜台的时候 我以为只是带我走个过场 没曾想我一进去 身后的大铁门锁上了 给了我一套航服 一个编号 每天就过着在封闭空间里 被摄像头环绕的生活 喝水 吃饭 上厕所 都得打报告 我还问里边的前辈 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前辈说不一定 一般都要三年起步 表现好点 也有两年就能出来的 好在家属可以探视我 只要拿个号就行 您好请 妈 你怎么来了 我不能给直系亲属办业务 来看我 看我干啥 里边挺好的 妈 手不要放到玻璃上 你说啥 你对着麦说 行 行 我知道了 我注意 我注意 妈 我得叫下一个号了 请对我的服务进行评价 谢谢 我刚开始做业务的时候 做得特别慢 尤其是做挂师业务 每次都战战兢兢 拿出一个笔记本 对着那个流程图 一步一步做 有拿不准的地方 还得去别的窗口问 帮挂师的阿姨 都被我挤死了 小伙子 我来是想让你 帮我把卡补回来 不是让你把卡找回来 我进去以后 不是 我进柜台以后 老有朋友主妇 小心遇到抢银行的 这种人就是老电影看多了 在他们眼里 抢银行属于犯罪界的 极限运动 死亡率高 成功率低 不一定有回报 但是绝对刺激 现实中的抢劫 双方都会很慌张 桂园慌在于 平时都说那个是防弹玻璃 解匪慌的是 特警快到了 桂园却还在 竹章清点 现实中的抢银行 永远不可能成功 因为解匪 永远不知道 报警器在哪儿 哪儿都有 我神不知鬼不觉的 就是能按到 解匪一进来 不许动 举起手来 通通不许动 你们可能没听出来 第一个不许动 是解匪说的 第二个不许动 是文讯赶来的特警战士 对着解匪说的 就是这个速度 可是我学金融的时候 哪能想到 我每天处理的 都是这些问题 我给你们念念 我当时每天的课表 投资学 财政学 货币银行学 唯一的人文课程 是近代风云人物专题 学完这一套课程的人 脑子里只会有一个想法 我被这个世界选中了 睡在我下铺的两个兄弟 一个想当中国的索罗斯 另外一个想当中国的巴菲特 我每天晚上起夜 都不敢有动静 生怕惊动了脚下 这两条金融巨鳄 当然我们还有一堂 比较实际的课 叫证券市场分析课 内容就是研究中国的 A股市场 索罗斯跟巴菲特 每天雄啾啾啾啾地进去 一看就是要做空 中国的A股市场 那节课 老师还会带着我们一起炒股 区别是我们用 十万块钱虚拟资金 老师高风亮节 拿出了十万块钱 真实的私房钱 这就使得那门课 特别有教育意义 前半节课是一起学习 证券市场基础知识 后半节课是一起劝老师 不要太在意那些 证券市场基础知识 我完了 你也闻 你也闻 我不能听导演的做了 我做不住了 我们也得站一会儿了 我学金融的时候 就没有认清自己 当鬼员还是没有认清自己 好在参加了脱口秀 终于认清了自己 我以后就要踏踏实实创作 安安稳稳做人 谢谢大家 我是Apartment